多的盐分 看到充满活力的母牛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饭菜有些凉 但其中蕴含的关切驱赶了寒意 养牛人享受着质朴的舌尖美味 一品群山风轻云淡 没有山珍海味 但这正是农家人淳朴的滋味 与山村质朴的烹饪方式不同 在冒名 黄牛以另外一种形式登上了人们的餐桌 严永经营一家牛杂店 清晨午点 别人还在熟睡 他已经赶到了菜市场 肉质鲜美 口感筋得紧实 是熬制牛杂食材的标准 牛腩肉筋 油花层次分明 入口软嫩 富有嚼劲 深受食客喜爱 老板娘对这位老顾客的挑剔习以为常 新鲜食材往往抢手 为了避免别人抢占先机 严永又开始挑选牛肚 多年的经验练就了他的眼力 人生习惠惠 õ 今天沿途 行了 你做ское吗 水 来来来 flex 这低 优优 hospitalized 已经退 strive 跟书人准备 忙碌的清晨收获满满 为了保证新鲜 食材要立刻处理 清水反复冲洗 是保证口味纯粹的秘诀 非常内面的是油的 甜是油的 但它只有能够抹个泥 抹个泥 抹成的泥 针对于不同食材 严永总结出了 不同的清理方法 一年用手来 这样把银杂放进去 看下吗 用刀没有办法去煮干净 用银子煮干净 这样搓一搓之后 你看下 搓一搓之后 一搓就把银杂放在里面 里面的银杂就银杂了 银杂之后 要重担着 油一搓 这样 所以一年光顺了 一搓就没有 多年来 严永总是坐在店门口处理食材 有时候 一坐就是一上屋 因为家庭压力很大 两个孩子年大时 有两个孩子高中 我老爸又不是腹中风 这来的很大 这就是动力了 压力高到动力过来 所以这样建设 吃力拼命挨 处理食材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制作汤底 才是成就美味的关键 汤的秘诀 唯有严永自己清除 取不同材料 按一定比例分配 放入布袋制作调料包 这是严永多年经验 总结出来的秘方 对于烹饪 严永的秘诀 是分两锅熬制 一锅放牛骨和调料 用作汤底 味道更为醇厚 一锅用清水煮牛肚 牛肠 牛肺等食材 熬制时 打扫店内卫生 是他每天最为清闲的时刻 二十平方米的店铺 他的身影已经忙碌了三十年 我来一次烹饭 那时候是我老妈 我妈 但是我老是在农村的嘛 但是我出来烹饭铁 我烹饭铁在法州盖 所以 我说这次烹饭铁又好吃 这个烹饭铁又好吃 葡萄芙苓 红枣 甘草与牛杂一起 汇聚成浓郁的儿时记忆 夜幕降临 街市迎宾 饕联盛宴才刚开始 络绎不绝的时刻 穿梭在美食摊铺之间 寻找心仪的舌尖味道 这个蘸料理要不要加辣的 来 喇叭 要 来 喇叭 要 来 来 喇叭 严勇的牛杂店此刻热闹非凡 冒名牛杂的特色是线脉线碱 叉子插起大块牛杂 剪成方便入口的小块 咔嚓声不绝于耳 熬制多时的汤底 香气四溢 调料置于桌台 口味自选 味浓汤厚 牛杂 酸辣爽口 带来味蕾的绽放 驱散一天的疲惫 我小时候就听这个剪刀的声音 跟着我妈妈出来吃 然后一直吃着 吃着就这么大了 就长这么大了 小时候唯一的那种味道 你几年了 很难找到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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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冒名 无论男女老少 都有吃牛杂宵夜的习惯 有些顾客 更是严永看着长大的 一代又一代人 见证着牛杂的美味 现在我最开心的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就严重了 我最开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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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碗牛杂 既是夜宵必选 也承载着冒名人 共同的集体记忆 对他们来说 牛杂的味道就是家